天理法律 老师今天看大家 多舍人心通天理 虽然我们是从发出来是我们的心 但是已经跟天理相同了 所以老师想 把今天的法律 这一次明明年 某一次的法律 把它定名为天理法律 明心变心上学了 不管是二版本版 不能明明心变心是会什么 如果有了十字 也不一定会明心变心 为什么 明心一定会变心的 变心的一定会明心的 这个有点太快 因为 我 是不能助人的 教道是没有法的 小子不能让大家明心变心的 因为 如果要靠小子给大家明心变心 那永远不能明心变心 大家说 对吗 这时要由你们大家 自己祈祷 那么就是 越早越远 从身外祈祷 越早越远 那么从心里祈祷 越早越早到幻想心 越早越早到幻想 越早越早到幻想 越早越早到幻想心 越早越早到幻想心 如果大家 大家不能明心变心 就是没有去找处理 或找到别地方去人 或找到多多次 找到身外去人 去找处理人 处处去找处理人 没有找处理人 比如说 我们处几头 获学 修的复标准 外到没人去人 外到没人去人 如果每一个人 都能找自己 大概很快就要 去心里面 天天找 时时都找 找自己的缺点 因为如果没有去找自己的缺点 有点多修理人 或者找自己的缺点 或者找自己的缺点 看人家平平平 没有找自己的缺点 所以永远不能明心变心 本来是没有明心变心的 因为有了妄想心 有了欲心 所以才有明心变心 这种缺点 那么既然这样 大家应该以来明心变心 像谁啊 若是刚才讲的 因为没有挡到自己的面部 以天地共存在的面部 所以才需要我们的心变心 如果大家都找到了 这种心变心 也不要 像我们已经造的地方 卖 卖 还有什么用呢 本来见面还有什么功德 用功德 有多少要功德 要来计算它 它的功德来成果的话 永远就不能成果 那么他说 谁能把草子抓回到台湾 它的功德就是佛 它就已经正到佛位了 大家想想看 如果用功德来计算的话 永远是不能正道的 本来见面还有什么功德 功德这两个字 在所以本性的流入 天性的流入 又一个名称叫做功德 用条件不是功德 用条件不是功德 三盘是个大功臣之类 大家守身 三盘是个大功臣之类 希望大家能够 一小时分担检工作 未来的功臣 更大更大的功臣 要在我们的尖堂上 大家有了 要心不觉 来完成我们三盘 地道传道的工程 希望大家跟着 小歌 一起来把它完成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